早晨 今天不如整理一下Nutens law 學過什麼 Nutens law 其實有三條 law 這三條 law 概括了 Nutens對於力的一些討論 我們就由第一條開始講起 第一條它帶出了 兩個概念 這兩個概念分別是Inertia 就是一個慣性的概念 另外就是Leg Force 是零的時候的狀態 所謂Inertia 其實它跟Mars 跟它的質量 是有關的 當一個Mars越大的話 它的慣性就越大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關於Leg Force 它又說出如果Leg Force是零的話 這個物件就會以一個 Uniform Speed 或者 Advanced 即是它會靜止 或者以一個 雲速去運動 這兩個關係 是相互相成的 如果Leg Force是零的話 即是下面的情況 但如果我們觀察到這兩個情況 即是代表Leg Force就是零 這個就是Leg Force 然後就到Leg Force Leg Force是一條很簡單的公式 它說出F對MA 這條公式的話 其實就告訴你 Leg Force的影響 就會令到那樣東西加速 而加速的 Ascervation 就跟Leg Force 是正比關係 而這個正比的上手 就是跟Mars有關 那麼 這裡牽涉到A的話 其實就關乎了一件事 我們上一課教了Motion 如果我們有辦法找到 那樣東西的Ascervation 我們可以透過上一課Motion的部分 就可以計算它的運動情況 所以在這個部分裏面 你們最重要的 就是怎樣找F 所以F就要清楚一點 所謂Leg Force 其實定義上就是Sum of Component Forces 所有作用於在那個物體的力的總和 在這個部分裏面 你們就要認識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找Force的方法 這個我們就要用Free Boy Diagram 將所有作用於那樣東西 把那些物體的力全都畫出來 當然我們要知道力的話 我們就要知道一些力的特性 所以我們有些例子都會知道 通常包括它四種 Pension Rate Friction 和Normal Force 這四種特性 你要明白我們才能畫得到 好了 當畫完之後 我們就要將一些東西 做 總和 我們要將它的商家的話 其實就要關乎到不同方向的商家 這個部分 我們在下一章節就會詳細說 當我們懂得計算 Pulse 的話 就自然找到acceleration 找到acceleration 就自然計算到它的運動情況 這就是第二項 而第三項就說力的形成 力的形成是一對的 一出現就會是兩個 這一對的力會叫做Action and Reaction Pairs 他們會滿足以下的特性 他們會有同樣的分別 相同的大小 Office Direction 相反方向 另外會撞在不同的物體上 這就是一對Action and Reaction Pairs的特性 整體來說 整個Newton's Law 就包括了這些 Key Points 概念就是這樣 用在上來的話 其實也有一定難度 我們就慢慢透過這些例子去學習